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牛叔叔的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述一个 闻所未闻 百年难得一见的 未面攻坚战的故事 作战的双方分别是 高科技人类与洪荒虫族 此间之人族专注研究科技 信仰的是量子大圣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兼职唯物主义 解放生产力 虽然没有产生破碎虚空的超级强者 但是实力也不能小亏 尤其是一手核弹 玩的贼溜 在发达的科学技术推动下 该未面完成人族的和平统一 随后发展星际旅行 外星殖民也顺风顺水 人手一台华为折叠屏手机 大家应该对这个未面的科技水平了解了吧 在宇宙的另一端 还有另一种智慧神物 洪荒虫族 虫族的力量分支是血脉觉醒 走的是肉身成圣的路子 信仰的是进化老魔达尔文 根本教义就是逝者生存物竞天责 能够根据环境进化出各种各样的能力 不管多么严酷的情况 都能适应从而进化自身 在长久的发展中 虫族成了这个未面数一数二的强大种族 天无二日 国无二主 两族在发展过程中 不可避免的产生了一些摩擦 一开始只是小打小闹 然而战争已经在无尽的太空中开始酝酿 咱们的男主永强 乃是一富家子弟 家里有房有车 在名牌大学进修 拥有一个漂亮的女朋友 六英人 除此之外 感情方面还有一个叫小萌的妹子 阿练塔 在背后默默付出 她的兄弟也不简单 是一个罕见的心灵感应者 特色人物已经凑齐了 永强在之前的人生道路上 简直是顺风顺粉 但是她并没有沉浸在现状当中 而是在老师的教育下 充满了社会责任感 不顾父母的反对 想要成为一名光荣的星际士兵 毕业后 刘盈儿永强兄弟三人都应证入伍 刘盈儿凭优秀的成绩 成了飞行员 加入太空舰队 兄弟也因为自己的心灵感应天赋 分配到了战略指挥部 这样一对比 咱们的主角永强 反倒成了最差点 没有特殊天赋 空有一枪热血 成了一名机动步兵 在军中服役 而暗恋着永强的小萌 自然而然的跟随他 俗话说 异地不分手 迟早绿成狗 永强和六年人的爱情 没有经得住距离的考验 二人最终选择了和平分手 另外在训练期间 永强因为不遵守规章制度 不小心11名队员丧了命 双重打击之下 永强决定结束距离生涯 回家继承亿万家财 人生简直不能再失败了 如果这时候他退出了 咱们的故事将无法进行下去 洪荒虫族四季而动 虫族大能运用血脉之力 召唤了一枚陨石 撞击在地球上 永强的父母不幸在灾难中遇难了 复仇的火焰瞬间吞噬了永强的蓝伞 怒火中烧的他重新返回指挥部 长官 我虽然被开除了 但我还是要上战场 我要为亲人复仇 长官一看永强乃是天赐大恨之人 必将做出惊天动地之事 随即破例允许用枪重回部队 地球部队动员的很快 一支太空舰队运载着军队出发了 人类的最高指挥官起初 根本不把重族当回事 凭第一印象认为 重族只是低等的野兽 毫无战略战术 只要爆一波兵 一路凭A就胜利了 不出意外的交兵必败 第一场战役 以人类的失败而告终 重族中有修炼电章术的大胜 发动异能在外太空将太空战舰毁 地面的机动步兵 也在重海中陷入苦战 高级战力部队等 第一级炮灰也赢不了 无数重族一应而上 人类的登陆部队损失惨重 很多部队都是直接被解灭 短短一小时之内 十万人足死于重族之手啊 身在战乱中的永强 要不是本身自带主角光环 早就催灯拔落了 如此沉重的损失 元帅同志难辞其咎 你总不能说是临时工 给你制定的作战方案吧 最高元帅引救辞职 新上任的指挥官 制定了新的战略 人类也开始正式重族这个对手 看到战争场面的一些观众 可能会有疑问 牛叔牛叔 这都是星际时代了 人手一台华为折叠屏 为啥打仗还是小米加步枪啊 机甲高达单兵机器人 啥的咋一个都看不到啊 机动步兵难道就只能靠双腿机动啊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 可以算得上是 外面攻坚战的常识 我一说大家就明白了 跨外面之间的战争 尤其是登陆其他外面作战 人类的高科技武器 是很难顺利部署的 什么空军指挥部 战车工厂 作战实验室 都造不了啊 土著种族也不少 不可能让你安安心心的 把高科技布置完毕 最容易的就是空头步兵 这是最廉价 也是最实用的招数 当步兵打开局面之后 后续的布置 才能一项项地展开 这么说的话 大家就明白了吧 新官上任三马火 刚上任的元帅布置的任务 永强所带的硬汉小队 寿命在龙几星扫荡重足 这次战争不再是 一股脑的冲锋了 吸取了教训的人类 在着陆之前 先派出了战斗机 进行了地毯式轰炸 一顿叮叮当当过后 效果拔群 地面上的虫族 被一扫而光 人类部队也拿出了 作为杀手点的武器 单兵核弹 射程两公里 轰炸半径三公里 小道窜天猴 大道二踢脚 应有尽有 向着目标重学 就是一顿祸祸 在重点打击之下 乃大荒十大凶兽之一 可口吐烈焰 吹铁成笋 身长石壁 肩不可推 硬汉部队仓促之下 根本无法应对 出现大面积丧亡 还是我们的永强有办法 看透了八爪火吃的罩门 乃是后背 依靠地形优势 一跃而上 在背上开了个洞 将珍藏的八二年王老级 灌了进去 要给八爪火吃拜拜火 一阵巨响之后 火吃体验到了久违的感觉 透析了凉心飞扬 永强因为在战斗中的出色表现 受到表彰 升迁为下士 但他并没有沾沾自喜 而是很谦虚地回答道 没事 俺不累 大获全胜的硬汉部队 在晚上举行了庆功宴 在喜悦的气氛中 永强终于走出了上一段感情 和深爱他的小萌 走到了一起 有情人终成眷属 俩人在帐篷中升华了一下 第二天 士气昂扬的硬汉部队 收到了求救信号 跟随信号的指引 到达了目标前哨站 前哨站内竟空无一人 全都被重足强者 屠杀干净了 原来是随着人类 出动了火力强大的武器 洪荒重足损失惨重 本来是中立派的 帝宠大圣 悍然出手 让手下的蓝翼地龙兽 打通了前哨站的地面 这座前哨站 一瞬间就在突袭之下陷落了 硬汉部队在收拾战场的时候 发现了一具奇怪的尸体 一位联络兵脑袋被开瓢 里面竟然空无一物 这时一位将军 突然从铁柜中跳了出来 他是这里唯一的幸存者 在将军战战兢兢地讲述下 众人终于明白了一切 原来虫族中 竟然有着这样一种怪虫 拥有唏嘘闹僵 从而操纵人类 独取记忆的能力 求救信号是一个陷阱 这是怪虫部下的局 然而此时明白 已经为时已晚 埋伏的大王 已经开始收紧了 虫族步兵飞天蝗虫 一波又一波的 汉不为死的 杀向前哨站 硬汉部队人数不多 凭借防御攻势 只能勉强防守 必须尽快撤退 太空舰队在收到 求救信号后 派出了一艘小船 前来接应 说来也是巧了 来人正是 勇强的前女友刘英 两人虽然分手了 但还是有感情 太空小船降落后 俩人顾不上说话 赶紧撤退 就在关键时刻 一只七爪火吃兽 从地面钻了出来 这真是乌漏偏风连夜雨 暗下胡萝起了瓢啊 这该如何接战 硬汉部队的指挥官 当场阵亡 突然小萌如有神助 一罐王老吉 正正好好扔进了 火吃兽的嘴里 完成了不可思议的击杀 化解了危机 但小萌终究不是主角 刚才的一击 用尽了他的所有运气 一只虫子 无情地将他刺穿了 即使用墙拼死 将他救下 但最终还是伤势过重 催灯拔了 这次硬汉部队的牺牲 没有白费 人类终于意识到 虫组是有智慧的虫组 很可能存在着一个至高首领 至高首领掌控着 整个重途部队 他是人类失败的原因 也是人类胜利的原因 这种电影都很奇怪 总是默认敌方 有一个最厉害的 只要打败他 小兵们就受不了了 全自杀了 你在这玩电脑游戏呢 当层副本打了 此时永强的好兄弟 已经是战略部 有些话语权的人了 活捉重途 至高首领的任务 就放在他的面前 父母至爱都失去了 永强已经无前无挂 毅然决然地 接受了这个生还率 很低的任务 英勇就义就在今天 另一边 刘盈所在的舰队 负责运载机动步兵 在部署完地面部队后 又一次受到 电疆树的攻击 战舰被毁 刘盈和他的新男朋友 及时登上逃生舱 但这俩人的命不太好 逃生舱一头 撞进了重途的母巢 地面上的永强 收到这个求救信号 买买不成仁义在 他马上点起兵马 带领部队 向着目标地点进发 但是在深入虫巢的途中 遇到了岔入 救援刘盈的路线 和命令前进的路线 发生了冲突 服从命令是士兵的天职 但是也不能把刘盈 弃之不顾啊 永强与大部队 兵分两路 和两名志愿者一起 三人一同 踏入了未知的洞穴 此时身在重学的刘盈 已经被一拥而上的虫子 活捉了 虫族至高首领 居然就在此地 他要读取二人的记忆 二话不说 就拿出了自己的吸管 将刘盈的男朋友 当成了蓝品的盖 几口就做感情了 意犹未尽的他 又把魔管伸向了刘盈 却被刘盈用藏起来的小刀 砍断了 失藏后的首领 命令虫族杀死刘盈 可就在千金一发之际 永强赶到了 拥有极高智慧的母虫 认识永强手里的东西 正是单兵核弹中 威力很大的一种型号 大雷子 这要是炸了洞里的虫虫 可一个活不了 在核弹的威胁下 首领喝退了蠢蠢欲动的虫子 让永强带走刘盈 首领趁机从密道顿斗 等自己安全后 命令手下扑杀人类 永强等人与虫子混战在一起 奈何虫子太多 永强一行寡不敌众 且战且退 更有一人被虫子近身攻击 下时受重伤 这位受伤的人凶觉悟很高 我走不了 你们快跑 我为你们垫后 把核弹和火机留给我 让我牺牲的有意义 轰隆一声震天响 永强流英在战友的应用牺牲之下 终于逃出了虫穴 在虫穴之外 另一路硬汉部队传来喜讯 居然成功地活着了至高首领 在人类的期望中 这个星球上的数亿虫族 上百万虫族强者 十几只虫族大圣军 是都要靠这一个大脑指挥地 只要抓住了他 就相当于控制了整个虫族 有这好事吗 人类的确有这种臭毛病 不管你是什么僧物 反正我就给你起名了 就叫至高首领了 只要抓住你我就胜利了 其他的我不管 硬硬硬 天真 太他妈天真了 那么后续将发生什么故事呢 恐怕咱们暂时无法知晓了 因为那个位面的人类 在抓住所谓的至高首领之后 消失了 整个星球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消失的原因至今还是个谜 所以牛叔也讲不了了 我是牛叔 一个只知道瞎百贵的故事讲述者 如果你喜欢我的风格 添加我的微信 除了能第一时间收到更新 还有独家发布的视频 等待你的发觉 扫描它 扫不出吃亏 也扫不出上当